好,今集回來的SD高達姿勢幾火線 今集又來分享一點點心得 來講講駕駛員和機體的配法 算是比較接近中期一點 未去到後期 因為後期我還未能打贏最後關的最高難度 還有一些技能其實都未拿 但最近發現有幾多技能其實不錯 起碼足夠你打現在 應該50%前期的一些關卡都夠打 即是最高難度的50%前期的一些關卡都夠你打 起碼不會被人壓住來打 你的機體 講講技能 首先個人建議可以配一個超級駕駛員 超級駕駛員 這個是 你每殺一部機 激墜數每殺一部機就會加5傷害 然後最多最多是殺一萬部機 直接給5萬傷害你 上限 那5萬傷害 是無視所有防禦力 無視所有技能 即是基本上你 譬如現在的殺一部機已經過了1萬 激墜數 我打任何機都好 他都可以額外給多5萬傷害給我 就算我打卓仔機也好 打BOSS機也好 他們防禦力多少都好 無視直接5萬傷害加給你 個人建議可以配這個技能 基本上你很多前期的駕駛機 基本上最新的難度 你50以下 除非你玩到後期的關卡 他們的血 只要少於5萬血 基本上都會被你直接一下秒 被你一下秒殺 還有這個特殊能力強化 這個算是比較不錯的技能 總之你其他技能裡面有Lv1 有Lv1的技能 他就會加315數值給你 所有能力值加315 對 但這315就不會被其他技能去增幅 我舉個例子 例如 現在有射擊能力Lv1 有反射神經Lv1 白黑次數Lv1 格鬥能力 即是這裡一共是1,2,3,4 有4個Lv1 所以就加4個315給你 4乘315就是 1,4 1,4 你看到這裡全部都加了1,4 輔助值、通訊值等 射擊格鬥值就變成1,7 因為本身射擊能力又加多了2,8 格鬥能力又加多了2,8 那1,4 就不受增幅影響 即是不會被這些影響 即是那些修正效果1.5倍 就不會再幫你加 固定加315 這個就只是影響射擊能力 變成現在1,7 就是射擊能力200 加1.5倍 即是300 那300再加1,4 就是射擊和格鬥那個 就加了1,7 對 反射神經也是1,1 然後1.5倍 再加本身的1,4 就加了1,618 那... 這個技能真心不錯 因為... 你加完之後 其實平均... 你所有數值都可以大約加1,500 左右 至到2,000 但就要看你角色技能的數量 即是... 如果收益最大的話 其實最好是自定義角色 因為自定義角色本身沒有技能 那就可以加盡了 即是... 譬如... 呃... 8格我加一個超級駕駛員 這個基本上必須的 必須的 必須的 5萬傷害 那... 再加一個特殊能力 那... 剩下6格 那6格你裝了Level1的話 那... 3,8,5 就... 6,5,30 6,3 18 那就可以全部加到2,100 的效果 可以加個2,100 那... 相當於你以前3條9的時候 每樣能力 加個2,100 對 那... 相當不錯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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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加上5個LV1,一個超級駕駛,一個特殊能力強化,就能夠加到1750 本身有一個超級駕駛,射擊格鬥能力是EX200,加上300 射擊格鬥能力就能夠上到2000,額外加成 一共的總數能夠達到4000多,即是已經接近一半 反應值也有4500,反應值也有4500 這裏我記得,我好像的駕駛突破也沒有加特別多,兩邊加了10,反應值是加最多 相當不錯的技能,暫時我覺得你中期這樣配都比較好 算是效益比較大,像阿斯蘭這些無緣無故有3個技能 多多格就變成加少了一個技能 但這裏我懶得重新換了駕駛圈 免得又重新升過,其實最好就是換了所有自創角色 這樣收益是最大,9個人全部可以加上2100 但我是懶得搞的,所以就留下他們,繼續用他們 即是,駕駛圈的配法暫時可以這樣配一配 看看他後期有沒有其他技能可以再收拾一收拾 機體的話,我個人建議就可以 使用所有點數,重新升過 只是升過機動力 只是升過機動力,因為最高難度玩到後期 其實你都不用看機體多少血了 基本上,要是生,要是死 要是打中,要是打不中 除非你本身有必閃的技能 或者有自動復活 這樣就可以幫你擋一下 但如果沒有技能的情況下,打中了 要是死,要是打不中不死 是這兩樣 當然你可以加上防禦力,加上血量,就是駕駛它 但我覺得如果升血和防的收益就不太高 因為你要升兩樣能力 你的點數要分散了 我寧願你集中升機動,直接閃開別人的攻擊 這樣就直接不會扣到血 你就算多高防,多高血都沒有用 對吧 人家這樣圍偶,你始終都會被人圍偶打死 加上又要升兩個能力 效益不大,所以我也是集中建議你升機動 只是升機動嗎?補命 好像我現在所有機,我重新使用點數 我只是升機動 這裡全部已經上七千機動 武艦那些都差不多升滿了 現在七百多,差不多四條九 因為機動力的話 你用戰艦連攻機動力都會影響傷害 所以不用擔心 不夠傷害 就去開戰艦無傷 一樣可以用戰艦無傷去打 因為有了超級駕駛員的技能之後 本身機的傷害雖然打不進 但有了超級駕駛員的技能 你駕駛員只要有10,000技能 那補底也有50,000傷害 所以其實 你的機器就算完全沒有升過攻擊力也好 你有駕駛員的技能已經超過10,000技能 這樣你就算用什麼機器也好 你至少有50,000傷害 打雜魚其實已經確實有餘了 所以你可以專心升機動力 增加回避 不怕被人打死 攻擊力的話 我建議先升滿機動 再升攻擊力 再來就是OP OP配法 我建議配性能提升組件 它這三個新的攻防機動力都可以加到200 另外它還會加上命中和回避 這個命中回避加2% 命中3% 這個閃避3% 即是你裝了命中回避 可以另外加到5% 算是相當不錯 然後配這個特殊加速裝置 OP有1,2,3的話就會移動力加3 即是現在這樣 三維加600 然後再加三格移動力 暫時我覺得這樣的配法 算是 即是我用得比較舒服 暫時現在中期來說 機動力和功力高了 戰艦聯攻那裡又會再高了 它的輸出 我現在所有機器都是這樣配 全部升機動力 接著三個性能提升組件 接著加一個特殊加速裝置 三格移動 接著全部配上超級駕駛 對了 那麼 至少我現在不怕被人表 還有我打人我至少有5萬傷害 對了 桌仔機已經救我殺了 那麼 沒有無盾的話都不需要擔心 即是我現在已經可以打過70多以上的關卡 新難度70多以上 那 我再說怎要拿走 這幾個OP 這裏我已經解鎖了 可以 先看看 性能提升3,對,為了和平的時代 50,新難度以上 這個比較難拿,因為要打50 2和1都算是比較容易拿 性能提升2,這個是SED最終關 只打贏新難度可以,打1就完成了 最終關,LV1也好,三維平均上3000 所以機動力至少要去到4000至5000 才比較安全 最重要是有超級駕駛員 擊敘最少1萬,打出去的傷害也有5萬 基本上夠打,不會殺不到小竹 1,即將到來的對談 零零劇場版最終關 這關就比較辛苦 這關真的比較辛苦 始終他限時 最後,薩娜出來之後 零零Q要5或4回合 要去到目的地 這個可能要打得有技術少少 他有很多雜魚衝 還有,上次更新之後 他這一關的幾部NPC機 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以前可以靠NPC機 去 硬地打進去 都可以穿上去 但他現在明顯弱化了 如果硬地打進去 反而 那部肉天使和那部墮天使 反而會容易被ELS打死 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被他圍死 所以這裡要注意 這個可能會比較辛苦 拿了這三個之後 還有一個加速裝置 加速裝置 我先去找 這個最簡單 要隨便一關打贏 那個新難度就可以了 你可以選擇 《鐵血的孤兒》第一關 其實我覺得《鐵血的孤兒》第一關是最容易打 再來就是《超級駕駛員》 《超級駕駛員》 就是之前AGE的DLC更新 可以在拍片任務 AGE這一關 可以在這裡刷 在這裡 車輛駕駛員 這個 《超級駕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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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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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挺厲害 單挑加傷害 但是剛才的配法 就不太適合 因為始終他這個技能 沒有LV1 可以在這裡刷這個 再來就是 最重要的特殊強化 可以刷飛翼這關 《超級駕駛員》 《超級駕駛員》 只要上4000 即是機動力 起碼要升到5000-6000 才叫做安全 所以我就說 是中期少少的配法 中期少少的配法 但其實這關是還好的 不算難打的 因為他始終不是那些 又要你限回合 又要你趕時間 個人建議 可以用《鐵血的孤兒》 用這一關 去刷新難度的級數 因為其實我也是在這裡刷 你可以用這個一邊刷 刷到75 因為這個算是最容易的 這個第一關 刷到75 這樣你就看看你的能力夠不夠 如果夠的話 你可以過去打一下 或者你可以嘗試去挑戰一下 順便說一下射擊和格鬥 可以怎樣拿 射擊的話可以去SED第一關 啊不對 記錯了 那個是反射神經 不過都說了 SED第一關 可以刷到EX反射神經 NV1 然後 格鬥就是跳去的孤兒 75 EX格鬥能力 射擊的話 我先看看 啊 00 00 第1關 75 對 個人覺得這三個基本上是必裝的 因為它其實都加多 加200 加200之外 它是加射程 對 加射程 還有它EX那些 所謂的LV1 LV2 其實 不會再提升 它只是純粹轉 加另一個能力 給你 譬如射擊LV1 射擊值加200 然後再加最大範圍 然後如果LV2 正常以前LV2的數值會越加越大 但它不是 射擊值都是加200 但物理屬性的武裝Power加300 它就會變成另外一個能力 像反射神經 加110 指揮值加100 接著去LV2 它都是加110 那是加多一個覺醒值100 射擊LV3 都是加200 然後變成PAM屬性 光速是武器屬性的力 加300 純粹是第二個能力 但是本身的加200 其實已經沒有變 其實200已經差不多等於以前Lv.7, 以前Lv.7的能力是加2001 EXLv.1已經直接加200, 再加射程給你 那你就可以用那個配法, 一個特殊能力強化, 然後安裝所有EXLv.1 基本上射擊格鬥一定要, 然後反射神經, 這三個一定要, 駕駛員是必須的 那你喜歡的配到一個把握機會Lv.1, 或者配到一個勇猛果敢Lv.1, 加多10%傷害 或者喜歡的話,你因情況再配其他, 因為Lv.1的技能都算是比較多 例如好像有什麼阿賴儀式, 還有什麼危機管理能力 這個都可以, 這個區域內的單位選備率加5% 可以給Leader用, 補給技能, 偵察技能, 加命中, 修理技能, 限制解除這些 這些, 幾下知識 這些不關事的, 這些已經是... 這些不關架西元的事 不, 你自己因應情況, 總之有Lv.1就OK 遲愛, 遲愛Lv.1 這個就由你自己去衡量 第四集是這樣 今集就... 來到這裡先吧 等我以後再, 看看什麼時候可以挑戰成功的最後關 下次再見吧 下次再見吧 下次再見吧